大家好,洗碗池下水道一不小心,又堵啦 请师傅来疏通,费时又花钱实在太头疼啦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 只需撒一把它进去 洗碗池下水道立马畅通无阻,不花一分钱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如何做的吧 家里的洗碗池洗菜,洗肉,洗碗,洗锅 每天的使用率都是很高的 如果又不小心,各种瓜果皮,蔬菜梗都会流到下面堵塞起来 还有些馋根剩饭的油脂,统统都堵在管道里 又油又脏,长久使用下来就很容易被堵住 其实疏通洗碗池很简单 只需准备一个普通的矿泉水瓶 用剪刀从瓶子的中间剪开 盖子不要丢掉,保留下来 剪下来的部分就像一个漏斗状 操作之前,先把水池里面的瓜果皮给捞出来 平时最好把这种大块的瓜果皮不要往洗碗池里面丢 因为一丢准会堵塞 把大块的厨余清理掉 看到这个水慢慢的下降,但是并不完全通畅 拿出刚刚剪好的瓶子 对整下手口的部位,上下抽洞 洗碗池被堵了之后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用瓶子刷下抽洞形成空气压 就可以冲开堵塞物,让下水到通畅起来 现在看看没几下的功夫 洗碗池里面的水开始往下流了 有这么多的残渣剩饭堵在下面,水肯定流不下去 以后食用洗碗池一定要注意一点 开水把上面的脏东西给冲洗掉 管道看起来是畅通了 但是内壁有很多油垢和脏东西 需要进行下一步处理 拿一袋小苏打或者是食用碱 倒多一点,倒到这个下水道口 小苏打和食用碱清洁区域味的效果都非常不错 再准备一瓶白醋倒下去 碱性物质遇到酸性物质 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 不仅可以软化,驾驶管道内壁的污垢 还能冲掉管道末端的残渣 这样一来,整条管道就会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待碱和酸的反应消失以后 就可以开大量的水来冲一冲 把管道内壁的异味都已经去除掉了 到了冬天天气冷,油脂容易凝固 或者是做面食时,面粉残留在碗底 洗的时候也有多少面粉的残渣堆积在管道的内壁 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用以上的方法处理完 再倒入一大盆的开水,重一冲 有助于保持管道的畅通 以上的方法学会以后再也不用花钱请人疏通管道了哦 当然,平时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规范使用 大块的厨余不要全部丢进去 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 洗碗池下手管道的畅通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请朋友们先点赞收藏起来 怕你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哦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